在自家店门前摆桌子 放上零食饮料 农历七月家家户户 或是公司行号几乎都要普渡 但中原普渡遇上台风 民众要备不少货 连带卖场捡货员和外送员也忙翻天 中原节之前都是爆爆爆爆爆 每天爆的 中原节之前 几乎大概将有半个月时间 就是像头额一转一转一转 短短一天破百单 相比平常增加一倍多 好不容易大部分民众都苦渡完 以为可以喘口气 殊不知台风又来角局 单子依旧一直来 台刚完成一转 收到单子又马上推推车出发 路线早已滚瓜烂熟 脚步飞快拿了生鲜肉品 再拿蔬果就能放进袋子 等待外送员来领取 而外送员在台风来临之前 就能感受到单量增加 有变多 但因为如果台风的雨量太大的话 我们是也会被强制要休息 可能五六单吧 下雨天就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就是极限还是一样 就是你一个小时本来 可能送三四单 你台风天只会送更少 因为雨变大 其实就是每个人能负荷的量变少了 毕竟如果真的宣布放台风架 外送平台也有规定 只要政府公告停班停课 就会停止外送服务 毕竟安全最重要 趁着风雨来临之前 先补补货比较安心 TVBS宣传 中英文 中文宣台北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